看tengents,你是要一坨一坨地看的 即是这里一坨,然后这里一坨 好了,那这样看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这两个就叫它A,因为它是tengents properties 然后,这两条呢,你这样连过来 这个图形是否很熟面头,这两个你就可以叫它B,又是tengents properties 那变了呢,用了parallel了,即是说 你就会呢,这个是一个什么,现TV angle 2A加2B等于180度,上面那些自己拿回 AE,parallel BF 这个呢,这个也很重要的,这一条我觉得呢,你要打回两个声 如果你看到这条片,或者抹在错题簿上,这条呢,其实都 在parallel BF也不止出过一次的 好了,那么就算到A加B是90啦 A加B90是什么意思啊? 这两只加起90,就算那一只而已 是吧?其实这一招呢,你发觉整天用的 我们在sharehold1,2014年那条MC啦 是吧? 因为那些呢,其实都不只是那一条的了 其实,都是这样出的了 NetAB,是吧?engled by setter 然后再去砌一个A加B的玩法 然后计算这只角 好了,那剩下那只角EOC 那我不用说,你都知道怎么计算啦,是吧? 好,那就engled sum of triangle 其实,engled sum of triangle 因为这两只加起90 那剩下那只呢,都必定是90的了 那自己去写吧 那我啊